我出事的那天晚上,周凌川要赶往他妹妹身边去 他在电话对面冷漠地说,我们以后还会有别的孩子 但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跟他在一起四年 在此刻才彻底看清楚 他藏在心底想爱却不能爱的人,居然是他的鸡妹 周凌川生日那天,我在家里等他等得昏昏欲睡 两小时前,他给我发消息说,公司里的是脱不开身 门铃在机夜里乍响,我还奇怪 周凌川喝醉酒都不会忘记门锁密码 怎么这回突然按了门铃 猝不及防打开门,映入眼帘的却是一顶巨大的蛋糕 蛋糕下意,露出来一张少女灵动的脸 歌声一快,他的话卡在中途,突然弯着眼笑起来 你就是,嫂子吧 周凌川工作繁忙,抑或是应酬时,我从来不催促他 但此刻的局面我着实有些招架不住 沙发对面的女生笑眯眯地撑了下巴打亮我 说了他哥,将我藏得真好类似的打句话 和周凌川确定关系四年 他从不曾带我与他的家人朋友见过面 也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妹妹 我给周凌川打过去电话 他接电话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挺淡的两次询问 他在对面问,有事 我小声又快速地打断他 周凌川,你妹妹来了,你快回来啊 周凌川的公司到家日常需要十分钟车程 但拨过电话,我坐过去不到五分钟 门铃便响起开锁成功的通知 墙面上的挂钟走到十二的准点 我抬起头,在周凌川29岁这年的最后一秒终于见到他 我上前去,想要接过周凌川的大一 但周凌川不着痕迹地挫了挫手 我当时并没察觉到任何不对 只顺势收回手 我站在他旁边 本来还想和他在玄关处说一点悄悄话 但他显然没给我这个机会 他挂好衣服,就直接走入客厅 一摆擦过我甚至带起风 小莫,怎么突然过来了 他边走过去边问 我停在原地转过头 看视线尽头处一站一坐的两人 生日快乐呀哥 姜莫笑着站起来 是一手上提着的礼物,专门给你惊喜的 这次来终于见到嫂子 哎呀哥,我都多大了你还念叨 嫂子会笑话我的姜莫皱起眉 若不是姜莫一直在提起我 我自己都快要忘了我的存在 我才像是突然进门的客人 我根本插不进他们的话题和交流 听见姜莫的声音 我整理了下僵硬的表情 慢慢走过去 站在周凌川身边 只笑着摇了下摇头 要不然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 我去收拾一下客房 我像是才想起来 我勉强算是这里的女主人 所以我偏过头去问姜莫 这是周凌川的妹妹 从刚刚我们的聊天里 我知道她在隔壁省份读大学 我以为我这样的提议是合适合理的 但我话落 就察觉到周凌川自进家门以来 第一次策谋看了我一眼 在卧室里帮忙铺床的时候 姜莫非常懂事地进来帮我一起 我们面对面地拉着被子 她皱皱鼻子 有些抱歉地看着我 真的对不起啊嫂子 我哥将你瞒得太紧了 我根本不知道夜在家里 她朝我挑挑眉 我好像个电灯泡 打扰了你们的烛光晚餐 我摇摇头 如果她不来 周凌川今晚会加班到几点 我都摸不准 我还得感谢她能让我在生日的最后一秒 见到周凌川 晚上睡觉前 我坐在床上等周凌川洗澡 她出来的时候 带着一身清爽的潮气 等到她睡下在我旁边后 我慢慢地凑过去 在她耳边说 生日快乐周凌川 她似乎有些累 闭着眼睛 只敷衍地用手摸了摸我的头 说睡吧 我撑起上半身凑过去 搂着她的肩膀去吻她的唇 她没回应也没避开 只认我动作 但最后 在我要解她的睡衣扭扣时 她突然捏住了我的手将我拉开 月光从没拉紧的窗帘里透出来 撒在周凌川淡然闭目的脸上 她平静得很 说睡吧 别闹了 她的平淡如水 更加衬托出我的尴尬不堪 我费尽心思像是去勾引她 她却连男人最本能的反应也不给我 我执拗地继续缠上去 要拨开她的衣服 然后周凌川直接将我拉开 她自己坐了起来 等我坐稳 只看见她穿着拖鞋 离开房间的背影 她说 我去楼上书房 我一个人躺在主卧的大床上 整晚都没睡着 过这时间 我在早上八点起床 我清楚地知道姜默还在家里 在厨房做早餐的时候 姜默揉着眼睛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她凑到我旁边 看出头来 嫂子你已经在做饭了吗 她嘴甜 见我的第一面就开始叫我嫂子 我回头朝她笑笑 不知道你更喜欢吃什么早点 我也忘了问你哥 她笑咪咪的 嫂子你真好 你做我都吃 她捏着手机在旁边看 突然想起什么事的说 哦对了 早上的时候 哥说中午去外面吃饭 我的动作停止半秒 接着单单点头 早上你见到他了 姜默点头 卧室没有厕所 我出来上厕所 刚好碰见哥出门上班去 吃饭的时候 姜默以实际饭量 表达了对我厨艺的肯定 姜默热情又可爱 我挺喜欢他的 我的工作性质 做班的时间短 自由度很高 所以更多的时候 都是我在独自守在这座空旷的大房子里 等周灵川回来 我们聊许多 聊他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聊周灵川 聊他的学业 我的工作 最后也聊到他的身世 说到这里的时候 姜默脸上还是挂着浅浅的笑容 他像是已经释怀 只慢慢说 我父母在我九岁那年都去世了 是周八周八把我带回家的 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们 包括我哥 从来都对我特别好 中午吃饭的地方 是家海鲜店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和周灵川相恋四年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吃过海鲜 我海鲜过敏 而周灵川则是从没提过 但在上午的聊天里 我知道 姜默最爱的就是海鲜盛宴 坐在周灵川提前订好的 主营海鲜的饭店里 如目皆是我不能碰的 但姜默在对面高兴 周灵川忙里偷闲出来陪我们吃饭 他们兄妹相聚 我不能做这个扫兴的人 三个人坐了张大桌 我在对面 周灵川和姜默坐在同一侧 周灵川整场饭也没怎么吃 他拒绝了服务生 自己在用饭店配备的精致链子 包螃蟹 包虾 他也包给过我 但我的拒绝刚出口 还没说出生理期的借口 他已经说回手转过头 周灵川微微侧着脸 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姜默身上 他始终在听姜默说话 我坐在对面 不仅跟这家饭店隔隔不入 也跟他们两人隔隔不入 姜默是第二天晚上的飞机 走前 我们互通了联系方式 但他走后 我和周灵川反而陷入 不冷不热的冷战期 这在我们过去四年的感情生活里 也曾发生过 恋爱关系里 一方要的太多 一方给的太少 便会有供求的不平衡 要的太多的那个人是我 给的太少的那个人 自然是周灵川 周灵川历来都是个性格冷淡的人 他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 和我慢慢浪漫 他理性 我感性 我看青春电影会哭 哭完我去找他安慰撒娇 他却只会冷淡又不解地询问我 那为什么要看 然后继续转头进入他的工作 我的情绪便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都不用等待 便自然结病 我闺蜜总是骂我 说我是个无药可救的恋爱脑 因为我惯会自我安慰和自我鼓励 所以每次被他冷落打击 我会不断洗脑自己 周灵川就是这种性格 你不能要求一个天才下落凡尘 来体悟跟我一样的俗世烦恼 他对我这样 他对别人只会更冷 高岭之花若是和曼山野花一样 那我又怎么会对他一见钟情 二见倾心 但前两天所见 他对江默并不是这样的 我有些控制不住 自己脑海里的胡思乱想 我也觉得荒谬 觉得离谱 周灵川和江默共同长大 他们是亲人 是兄妹 对家人好是周灵川的性格 也许以后我努努力 也可以被他纳入那个安全的范围 我始终在心里这样洗脑自己 妄图借此消磨和麻痹自己的敏感想法 但我没办法 再像以往那样先对周灵川服软 周灵川对我的感情太单薄 以前我总怕他生气 我们之间每次产生隔阂 永远都是我先低头 但这次我不想了 这次的冷战缘由讲不清楚 但癥结在周灵川身上 他面对他妹妹时的态度过于罕见 哪怕他给我去解释 我也不会纠结到现在这种境地 这是我头次的坚持 我坚持着没向周灵川低头 我跟周灵川勉强算是情侣关系 我们不可能永远维持着 这种别别扭扭的关系 我终于等到周灵川的退步 最开始是晚上他洗完澡 主动上了我的床 在黑暗里 他伸长胳膊要来抱我 我没表示出明显的抗拒 但我全身都僵硬着没配合 周灵川没再坚持 他像是叹了口气 直捋了捋我的后背 就转过身去 但第二天傍晚 他找了助理来接我去外面的餐厅 周灵川预约的是 家会员制的私房菜馆 他在安静的包间里 拿出来戒指盒向我求婚了 他说他想跟我结婚 那晚回去在浴室 我们就开始接吻 轻到农处 我问周灵川 你爱我妈周灵川 我轻轻地摸过他的侧脸 他似乎顿了顿 但整个晚上 他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可以给我结婚的诺言 但他说不出爱字 我和周灵川的关系 就这样渐渐恢复到常态 7月的某天晚上 周灵川下班很早 我靠在他肩头玩手机 他依旧在工作 他家里有大企业 作为唯一的儿子 他刚毕业 就被扔来偏僻的新公司练手 这是他的任务 也是给他的考察 但短短两年 他们分布迅速侵占市场 他们成了集团里的头狼 本来两年前 我们面临过一次异地的危机 但他的调任下来 我比他更快地 拿到自己的公司解约合同 我没说二话的 主动要跟他过来 我边玩手机 边看了一眼周灵川 电脑上的会议页面 有些犯困 又转回头继续看手机 我在好友圈里 刷到姜莫新发的动态 他发的是 小姑娘都有的频繁 分享日常 分享穿搭 也分享帅气的男朋友 这次是他的24岁生日 我照例点赞 然后转去私信 准备给他发个大红包 我们的关系不远不近 也只见过那一面 送礼物反而让人尴尬 他还在念书 所以我准备借他哥的名头 包个红包给他 红包发送 我下意识划了划屏幕 我和他的聊天记录并不多 只有偶尔的节日问询祝福 所以新一条出现 日期陡然展现 0728是个让我熟悉异常的数据 我再拨回去看姜莫的岁数 倒推他的出生日 这实在是太过巧合 周灵川的许多密码 包括我们的家门密码 都是这六个数字 我从周灵川肩膀上坐了起来 我看着手机 像是无意识的闲聊 我问旁边的人 周灵川 姜莫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他在忙 所以他没思考的说 也替自己找理由 万一 也许 可能就是巧合呢 但真的会有如此 暧昧的哥哥吗 暧昧到将妹妹的出生年月 记作自己的所有密码 暧昧到日常 只喝茉莉花茶 暧昧到一见到对方 他眼里就容不下任何别的人 说我想太多太敏感 还是我太不敏感 周灵川也在此刻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他侧头看我 问这个做什么 我将手机重重扔到他身上 周灵川你变态 话落 不等他反应 我就跑上楼 我将自己锁在房间 反复理清这些密密麻麻的线头 周灵川从不曾带我去见 他的任何朋友和家人 他从不曾说过 喜欢我爱我 他也从不曾在我这里退让 他明明一直以来 对我都是那副清楚的 可有可无的态度 因为他心里深深藏着 自己想爱却不能爱的人 所以别的任何人 对他来说都无所谓了 我不知道过去多久 周灵川用钥匙扭开了门 我听到他在衣柜前的稀疏动静 他边换衣服 边冷静地问我 你刚刚在闹什么 我本不想理会 但嘴巴像狗腿子在前面跑 他一问我就自动回答 我说 今天是你妹妹的生日 他N了一声 他的目光放在我脸上 若有所思的问 所以你在哭什么 我坐起来 我看着他的脸一字一句说 980728 是你的银行卡密码 是你的电脑手机平板密码 是你公司的系统密码 是车库是我们房子的入户密码 今天是7月28 你妹妹是98年生的 周灵川终于换完衣服 他站在床边看着我 脸上并无多余神色 只问我 所以在我面前 周灵川永远这么游刃有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疼了 我感觉自己心脏肺腑 都有不同程度的阵痛 我慢慢抽了口气 然后不过脑子去骂他 周灵川你就是个变态 基于自己的妹妹的变态 你妹妹都有他自己的男朋友了 他知道你对他这种龌龊心思吗 你真恶心啊周灵川 我尽我所能的将他的爱意丑化 是我嫉妒 是我怨怒 也是我得不到的 我成功的将周灵川惹怒 他继领带的动作停了 他松下手 慢慢转头看我 多么恶心的东西 他喜欢他的妹妹 他的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凶恶的神色 他的两只手臂撑在我左右 他身上凉寒的味道包裹住我 他说闭嘴 不然现在就出去 我的手指捏着床单 他带给我的恐惧 比不过我腹部陡然加剧的坠痛 他比我先发现异常 床单上慢慢溢出来红色的血 我醒过来的时候 睁眼是雪白的天花板和浅蓝色的窗帘 这并不是我熟悉的卧室 医生过来做完检查 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 我怀孕一个月了 昨天晚上那一遭仙兆流产 医生让我借交借躁 让我注意饮食和休息 清晨的光透窗 淡淡洒在我盖着的蓝色被子上 我看着光影里自己的阴影 缓缓摸上自己的腹部 这里面居然有了一个小生命 属于我和周灵川的 虽然我和他之间没有爱情 但这个孩子的存在 却在另一种层面上绑复住我和他 中午的时候 周灵川来看我 他第一次手上没拿电脑 也没拿平板 只单纯的坐在床边 他让我好好休息 他说等我出院 就筹办我们结婚的事 我低头看床单 说我不跟你结 他将我的被子演好 罕见的放缓语调 他摸了摸我的后颈 别闹 当妈妈的人了 成熟一点 我看着周灵川略微憔悴的脸色 也看着他眼底的乌青 我挑着他不想听的话说 那你去找姜默 他懂事又成熟 你不是喜欢他吗 周灵川一下冷了神色 语调温度骤降 他冰凉的手指扶在我后颈 警告道 唐灵里我背过身去 不想再看他 他在身后顺了顺我的头发 半晌才轻声说 你听话 我和他没可能 他是我妹妹 永远都是 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再次回家后 周灵川肉眼可见的 对我耐心许多 他开始接纳我的小脾气 陪我看各种无聊的青春电影 一日三餐陪着我吃 傍晚早早下班陪我散步 晚上满足我的要求 给我读故事书 甚至我要求去他公司 他也应允 我撑了下巴 隔着玻璃看会议室里的周灵川 看了许久 我还是无可自拔的 因为他退步和不舍 周灵川似乎给我下了无解的骨 但这同时也残忍地表明 这些事他以前也能做到 他可以陪我多说几句话 陪我无聊的消遣时间 他可以早早下班陪我吃饭 也可以和我爱黄昏的街头散步 他以前也能做到 只是他不愿意 在他那里 我大概只是个可有可无 不用投注太多心思的摆见 我在被两面反复拉扯 一面沉溺在周灵川 含有的柔和里 一面则是更加残忍 凄惨的过往对比 这天晚上下班回家 我坐在周灵川的副驾 远处高低建筑群后 日光成红 影满半个天空 窗外一个小孩 骑着自行车经过 我的目光跟着小孩的背影走 周灵川暗开了车窗 暑气扑面 我趴着车窗看远处 红灯熄灭 周灵川一手将我的头揽回去 同时关闭车窗 坐好 他说 我缠上安全带问旁边的人 周灵川 以后 你也会接我们的小孩放学吗 恍惚是我的错觉 我看见他嘴边突然出现某笑 那笑应在窗外的夕阳里 显得格外的迷人和温柔 他说 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你不想出门 自然是我去接 日子慢慢的就这样平静地走下去 梗在我心里的那根刺 恍惚都要被我柔软的心头肉 层层遮挡藏住 但痛觉从不曾减轻 我只是在徒劳地 将那根刺藏到更深的地方去 我清楚又无望地沉沦着 或许是因为我太过懦弱 我没有其他感情寄托 所以我在周凌川这里断不干净 也或许只是因为 我想给我的孩子完整的家庭 圣诞节的时候 我在外面和闺蜜看烟花 我们出门才发现人居然比想象中多 周凌川在公司 他说下班后就来接我 孩子五个月份 我的肚子已经稍有轮廓 这大概是我最后出门玩乐的机会 闺蜜一边扶着我 小心错开人流 一边审问我 我和闺蜜见面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是他对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进行批判 他问我周凌川最近对我怎么样 晚上几点回家 日常发几条信息 对我温不温柔耐不耐心 我无奈地拉住他 以前我妈都没这么细致 他瞪我一眼 叹口气 你要是我女儿 我可能天天都被你气得上吊 姜默的爸妈死在他九岁那年 我的父母也在我幼年早亡 但我没他那么幸运 他有很多很多的爱 而我 缺爱的厉害 乃至最爱的也爱而不得 感情是种不讲道理的东西 我从周凌川那里都不到 导致我现在已经开始消极以待 好像从很久以前开始 我就不再对他的感情抱有期望 逛到集会处 闺蜜扶着我要上高台人少的地方 但不知是不是人群太多太过兴奋 高处突然有争吵爆发 紧接着本不多的人群突然发生踩踏 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 自上而下飞快倒到我这里 我几乎要被撞在地上 只能保护着我的肚子 闺蜜死死挡在我前方 替我隔离人群 他大叫 有孕妇 有孕妇 但混乱的程度并未降低 最后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我又慌又痛的说不出来话 我只紧紧抓着闺蜜的手 她抹掉我的眼泪 拍着我的肩膀 点头说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会没事的 会没事的 她拉住我一只手 另只手将电话放在耳边 拨给对面的人 我眼见着她的焦躁 最后 闺蜜似乎有些愤怒的 和对面吵了起来 你自己跟她说 闺蜜将电话放在我耳边 我首先听到的是 机场的提示登机的背景音 周灵川的声音显得有些焦急 罕见的 我都能听出来的焦急 她在对面飞快的说 江墨她在高速上出车祸了 我现在必须要回去一趟 我会找我的助理过来照顾你 她说 我会尽快赶回来 周灵川 你别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似的 我的神志可能已经有些不清醒 但我清楚的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这是我最后一次需要周灵川 也是我给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要你去 我说 跟我的哭腔相比 周灵川的声音就显得极度冷漠 她只用冷漠的声音来堵住我 她说 我很快回来 我们的孩子呢 我怕我保不住她 我很害怕 周灵川 我很疼 你别去 我可以感受到生命的流逝 对面骤然安静下来 各种嘈杂声全部消失 所以周灵川那句话清晰入骨 她说 如果是最坏的情况 离离 我们以后还会有别的孩子 但我只有这一个妹妹出院的那天 是本来预定的 我和周灵川去领证的日子 1月1日 新的一年 我本来想在这天成为周灵川的妻子 和她组建家庭 也与她拥有新的开始 但离开医院后 我却让她先将车开去了墓园 我的爸妈都葬在这里 其实从头至尾 我都清晰地知道 自己在周灵川事情上的执拗不清醒 我无望地追逐着周灵川 所以我甚至害怕见到爸妈 怕他们见到自己女儿 那副自欺欺人的卑微模样 别人的女儿被人捧在手掌心 他们的女儿被人踩在脚底 我害怕他们在地底下 也在别人的父母面前抬不起头 我静静坐在两座墓碑前很久 直到天上飘起雨丝 有人将一件外套搭上我肩头 伞挡住了我的视线 周灵川说 回家吧 家 在心里被两种情绪拉扯的 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渴望和周灵川拥有一个家的想法 占据最上风 所以我头也不回地沉沦下去 也所以 我活该得到现在这种结果 回去后 我便上楼 我听见周灵川进了厨房 怀孕期间 我耐不住地试探他的底线 最后我想让他下厨 他同意了 而现在 孩子早已离去 我对他的期待也已经消失殆尽 理智上 我清楚明白 那天晚上的意外 只能怪我自己 怪我大意 怪我自己要往人多的地方跑 孩子的死全都怪我 但情感上 我甚至迷信地觉得 这是老天爷看不下去 重重敲碎我的最后一点妄想 曾经我对周灵川下厨期待不已 我甚至提前调试好照相app 要多角度记录九宫格大片 那时周灵川对我的举动 只是无奈地淡瞥一眼 但今天晚上 坐在桌子上 我却连动一动筷子的欲望也没有 周灵川没有强迫 也没有逼我 他只是给我成立一份汤放在我面前 他看着我说 你身体不好 还是要多吃一点 晚上周灵川搂着我睡觉 我一直在小幅度地发抖 他察觉到 起身拍开灯 问我 是不是冷 但屋里必暖烧的那样热 被子柔软厚实 怎么会冷 我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 他将我扣到他胸前 轻轻缓缓骂扎我的后颈 他轻轻地吻在我耳朵上 说 李李 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凌晨两点的时候 我从昏黑梦里醒过来 下意识探手一摸 就是平坦的腹部 我骤然清醒 而周灵川不在床上 也不在家里 我坐起来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我什么也没要 什么也不留恋 我直接离开了这套房子 离开了这套 曾经装满我的爱 我的憧憬 与我的绝望的房子 我甚至连和周灵川 说声道别都没有力气 我恨他 我只能将我对他的爱权 都转化成恨 才能不让自己 显得那样可悲可怜 但他只是不爱我 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 我在外公家里 跟着老阿姨学习炒茶叶 去年年末 因为我的大义 我的孩子离开了我 今年春天 我的外公年老过世 可能是我爸妈当初的婚姻 并没有得到老人的祝福 更遑论父母在婚后不久 就双双离世 外公和爷爷家 历来都对我不冷不热 我曾以为我的存在 是他们心里隔音的那根词 我曾经以为爸妈走了 这个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人会爱我 但此次外公弥留之际 一直等着的那个人 居然是我 我极其的庆幸 我赶上了外公的最后一面 那时 外公在病床上 缓缓伸手摸着我的脸 只来得及 对我说出最后一句话 他让我以后要好好的 我那时极其的愧疚 极其的后悔 为什么我在周灵川身上 浪费那样多的时间 也没有回来多陪陪老人 当初离开的时候 在周灵川那里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带 我连自己的身份证 和护照都没拿 我徒步走小路 走了一整个晚上 直到走到闺蜜家楼下 碰上正巧出门上班的他 我看见他 憋了一晚上的泪就掉下来 过完年 他就开车将我送回来茶厂 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 他将茶厂留给了我 我对茶厂的生产营销 几乎算得上一窍步 通 但我接手就不想敷衍 这大概算是我能给地底下的外公 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 我不想再让他们失望 我从头开始学 学种植 学采摘 学销售 我忙碌的甚至无暇他股 立下采新茶 我跟他们在山上忙碌一天 下山时已经傍晚 山那边的火红太阳沉降 我趁着手臂和同事往回走 下山的石板路尽头 夕阳的光运出暗调色泽 我缓缓放下手 看见站在路尽头的周灵川 周灵川长得极好 是我所见脸孔身材的最完美呈现 当时我对周灵川一见钟情后 我只追他一个月 他就答应了 所以在这段关系里 我一直以为自己 是那个莫名其妙壮大运的人 我像是怀抱着月亮的人 惶惶不可终日 但又根本舍不得放手 但其实周灵川从来就没有属于过我 此刻此分 路尽头 周灵川的轮廓线条依旧完美 但我的心里已经积不起任何浪花 他始终都是天上的人 天上的人不会降落到我这里 我没请周灵川去家里 只在山脚下随便找了家餐馆 茶山也承包旅游 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不同 游客不少 山脚各种商业化的餐厅只多不少 我和他相对坐在一张桌子上 我等饭上来就开始低头吃 忙一天 我实在是饿了 等我吃得干净再抬头 才发现他面前的盘子完全没动 我收好筷子 看了远远处山完后下沉的霞光 我不想再跟他浪费时间 所以我直接开口问 找我有事吗 我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静 说话的语调让我自己都有些陌生 周灵川的眉心似乎是动了动 他坐在我对面 目光就放在我脸上 像是在观察我 在他沉静的目光下 我有点没耐心了 所以我收着餐盘要站起来离开 我连再见都不想再说 但周灵川拦了下我 他终于开口 慢声说 我们谈谈 他探手过来捏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手指偏凉 五指牢牢圈住我的手 像是空住了 我不让我走 我轻轻的呼出口气 扭了扭手腕 但周灵川没松开 我说 这样我们没法谈 周灵川看一眼对面的位置 像是示意我做 我有些想笑 然后我真的笑了声 我跟周灵川在一起四年 不说他的爱 他的半点情感 我好像连他的尊重都没得到过 可能是我矫情又不可理喻的形象 在他那里太深刻 到现在 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也俨然是富高高在上的冷淡模样 周灵川刚刚的眼神和动作 是要让我安分地坐回原位 那样他才会松开空住我的手 我放下手里端着的餐盘 提起摆在旁边的木凳 然后直接朝周灵川 握住我的手臂上砸了下去 木凳从我手中脱落 掉到地上 我平静地说 周灵川 我不想跟你谈 周灵川受了那一重击 但他依旧不松开手 他只是皱了没盯着我 凳腿的边缘锋利歌人 夏天周灵川衣服穿得薄 我已经看到他衣袖下进出来的深色 我常在这家店吃饭 和老板算是熟人 可能是听见动静 老板走过来问我什么情况 周灵川终于在此刻缓缓松开手 但他的目光 仍旧没有收敛地定在我身上 我甩了甩被他捏麻的手臂 直接离开 周灵川好像在我们镇上住了下来 早几年我们这里就开发 成个旅游景点 此刻正值夏季天气最好的时候 来往游客其实挺多 但我仍旧能清晰感知到 其中周灵川的存在 因为他总是放在我身后的视线 打亮的 观察的 带着疑惑的 我都能察觉到 我毕竟认认真真的爱过他好些年 那些感情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我现在还是不能做到 心无旁骛地忽略他 但我可以控制自己 不给出任何回应 半个月后的有天晚上 我在山上待到很晚 最后茶园里只剩下我自己 和远处某棵树下的周灵川 晚上起了风 空气里全是植物的香气 周灵川慢慢走到我身后 时隔十多天 他终于再次走到我面前来跟我说话 他的声音淡淡响在风里 他说 我是过来接你回去的 以前说过的话 没有不作数 我突然出声打断他的话 周灵川你好奇怪 身后的人安静下来 我背着背楼往前走 边走边说 以前我天天跟你住在一起 但我想见你一面都好难 你总在加班 你总是没有任何时间 你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睡了 你早上走的时候我还没醒 我转过身看一眼周灵川 但你这次在这里 已经待了两周了 你不着急回去工作吗 周灵川跟着我的脚步 绿叶扫在他脚边 他站在无垠的茶山上 雨掉还是淡 他说 我是过来接你回去的 这就是周灵川 在我面前永远居高临下 说一不二的周灵川 周灵川在后方补充道 回去见我爸妈 然后结婚 我低着头看路 低声说 周灵川 我是个人 不是你随意安排 随意摆弄的宠物或玩意儿 我走的那天 我们就散了 我没同意周灵川说 他突然从后方扯住我的胳膊 他力度特别大 我挣扎不能被他卸了背楼 顶在棵树下 山上只有冷白的月光 我们凑得很近 所以我可以看清楚 周灵川的脸和表情 他挺认真的看着我的脸 像是从不认识我似的 他固定住我 又用凉思思的手指 划了划我的脸 我面无表情的看着面前的人 我不在乎 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要跟你分周灵川的手指 划到我嘴边 他捂住我嘴 罕见的吐出去脏话 他说我破嘴说不出好话 这是让我有些陌生的周灵川 我的情绪有些崩盘 就算被他捂着嘴 我也骂他 滚你妈的周灵川拨开手 突然捏住我的后颈 抬起我的下巴 然后低头特别重地稳住我 周灵川是个有欲望的人 在他妹妹出现前的那几年 其实我们相处的算是和谐 我们亲密的时候不算少 周灵川是投入的 但现在想来 那大概只是最低级的发泄 在他妹妹出现时 在他浓烈的情感占据高峰时 他又开始避开这种低级的欲望 周灵川亲得很凶 他牢牢地控住我 他边吻边模糊地跟我说话 他说唐莉莉你他妈动动脑子 我跟姜默没可能 他这辈子都只说我妹妹 我们还年轻 以后还会有孩子 但我不想听他的解释 我只想逃开这个被迫地吻 我手脚并用的 才终于正脱开周灵川 然后我打了周灵川的脸 因为身高偏差 我只打到他侧颈 但这声脆响 还是让我们两个人都安静下来 周灵川喘着气看我 我看着自己微微颤动的手 我没想过 有天我会和周灵川闹到这样 我常常地呼出口气 有些疲惫地说 周灵川 你别让我觉得恶心月光惨白 照在我们身上 我看见周灵川突兀的红了眼睛 像是疲惫 也像是情绪压迫的 我退开两步 到个安全距离 抬手抹了把脸 才跟他说话 这些我都不在乎了 周灵川 管你爱谁 管你在意谁 我都不在乎了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解释 我的声音里 还是有压不住的哭腔 所以我缓了缓情绪 才继续开口 我们在一起有四年 这四年里 不管我俩之间发生什么事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你半分解释 所以 我甚至无奈地笑了笑 所以我已经习惯 用自欺欺人的方式 来安慰我自己 以前的很多次 你对我冷漠 你对我忽视 你对我的冷暴力 我自己都可以把自己安慰好 所以安慰好后 我还能死皮赖脸地待在你身边 但这次 我慢慢摇了摇头 这次太痛了 周灵川 我垂眼看了看自己的腹部 又看了看天上的暗淡的星星 我说 我不知道你对这孩子的定义是什么 在你眼里 他可能没有你妹妹的半根头发重要 你总是说我们以后还会有 但周灵川 在我这里 他是条活生生的命 我能感受到他的成长和活力 他是唯一不可替代的 就算我以后还有别的小孩 也都不是他了 说到小孩 我还是没忍住哭 我抬手摸了把脸 我没保护好他 是我的错 是我活该 但我也真的不想再在你身边坚持 周灵川 我爱你好久 现在已经爱不动了 周灵川动了动 要往我面前走 我比他更快地后退 放大声音说 你别过来 周灵川僵硬地指住脚步 他的喉结轻轻动了动 他盯着我的眼睛 慢声说 再给我一次机会 离离 这次我们会有很好的结局 他的声音有点冷 冷静地陈述着 姜默 他是我妹妹 他一辈子都只是我妹妹 我跟他没有半分 可能周灵川像是蛊惑似的 他探手过来拉我 感情是可以变化和转移的 起码现在 在我心里 你是最重要的 跟我回去 茶茶你可以继续做 我也可以找人帮你做 我们回去就结婚 好吗 说着话 他就要来擦我的脸 我偏头躲开了 并且 我再次后退几步 我说 周灵川 我跟你之间 从来都是我一厢情愿 从来都是我给我自己机会 我哪有资格给你机会呢 我嘲讽地笑了下 笑的是 以往那个卑微到泥地里的自己 我边后退边慢慢说 我不会再给我自己机会了 周灵川 我们就这样吧 你别再来找我 那天我将能说的都说清楚了 周灵川是个极其高傲内敛的人 我拒绝他数次 他在我面前 差点没了自尊 我认为 他该头也不回地离开的 毕竟 他身边从不缺人 他很轻松地 就可以再找到一个 但我没想到 他又在我们这里 继续留了半个月 他总是沉默地盯着我 像是等待 也像是种花费时间的陪伴 月底的时候 山上下了场大雨 我们担心茶叶 淋着大雨踩着软泥 给大片山坡盖上塑料薄膜 周灵川来阻拦我 说他来替我 我冷漠地扶开他的手 我在雨里重没看他 周灵川 你为什么还不走 周灵川没穿雨衣 他就淋着雨看我 他问我 你想我走 我点点头 我说 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见面了 头顶的雨突然停了 我抬头就看见 把暗蓝的大伞挡在我头顶 工厂这边的经理温声说 这片铺好了 让我赶紧下山 不然等会雨更大 我点点头 没在看身后站在雨里的男人 跟着经理往另外几片去走 我们检查完所有的茶园 在离开时 我没回头 走在我旁边的经理往后看了眼 一有所指的说 那位先生还站在原地 我去给他送把伞 我停了停脚 年长的呼出口气 但最后还是说 算了吧 工人的伞都不够用 走吧 我始终没在看周灵川 曾经他的半个眼神 我都可以揣摩半个月 我生怕他有哪里不舒服 不开心 我把他捧在心肩肩上 生怕他受到半点风吹雨打 但周灵川是不需要的 他回避我 敷衍我 冷着我 他过去不需要 但现在我已经疲惫在给他了 我是真的不想再见到他 第二年冬天的时候 我在市里陪经理逛服装店 我们成天在山里打交道 不可避免的过得有些粗糙 他总是拿不准主意 买件睡衣 都让我拿主意选颜色 我点了点左边的蓝色 说 选这套吧 经理笑了笑 说好 排队等结账的时候 他低头问我等会吃什么晚饭 我的头发勾住了前面人的包带 他低头挺仔细的 帮我将头发捋出来 过程中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痛 我在结账台边 给他拿了两双袜子 放进购物框里 笑笑说 吃肉 天天清汤寡水的好馋 他说好 然后在手机上找最近的饭店 我收回视线 然后与对面的男人对上视线 我们是在商场里 隔着中空的广场 我抬眼就看见 对面门店外的周灵川 他依旧是往常打扮 矜持合身的黑色正装 严肃的 高不可攀的 他这次去率先越过广场 朝我们走过来 我闭在旁边等经理结账 周灵川低头看了我会 然后问 最近怎么样 我简单的说 挺好的 他的视线始终放在我身上 我只看了他最开始的那眼 就将注意力放在那边的结账台上 我们这趟买了挺多 收回员正在帮忙装点衣服 放进包装袋 周灵川像是顺着我的目光望了过去 过了有半分多钟 他才再次开口 他是 我单单说 相比起爱别人 找个爱我的 其实挺好 周灵川又是沉默 然后他慢声反问 你又怎么知道我 我无奈地打断他没说完的话 我说 我怕他吃醋 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不说了吧 那边几口袋衣服已经分别装好 我要过去帮忙提 周灵川在背后叫停我的脚步 他说 今天我三十了 我算了算日期 才发现 我确实已经记不住周灵川的生日 所以我只是转头 像个普通的朋友那样 说了句不嫌不淡的那种 你生日快乐 然后我往前面走了 我再也没有回头 全文完